今天要说的案件 它不单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更长时间内悬挂着未解之谜 直至一个意外的转折将案件推向了顶方 真相才被发现 案件发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密西沙加 这个城市人口超过80万 对林达安德斯而言 这里是她的避风港 一个被自然美景环绕的安静之地 作为单亲妈妈 林达不仅要照顾三个孩子 桑德拉伊丽莎白和鲍比 还要承担生活的重负 生活的压力使她陷入了酒精的泥潭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这对姐妹 在所谓的家中经历了难以言喻的苦楚 桑德拉12岁那年首次遭遇母亲男友的侵犯 她曾在下令迎向一位牧师倾诉 却发现牧师对此毫无作为 姐妹俩不得不早早承担起 照顾自己和弟弟的重担 桑德拉的呼救未能引起亲戚或儿童援助协会的主意 只剩下无尽的绝望 当他们看向那些被爱呵护的同龄人 那些每天满餐时都能规划未来的孩子们 那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们意识到与母亲的未来越来越模糊 而母亲的酗酒问题似乎将迟早会害死她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绝望地认识到 母亲永远不会放弃酒精 而周围的人对此似乎毫不关心 就在这一绝望的时刻 桑德拉冷漠地思考 如果无人关心 如果无人察觉真相 那又有何区别 时间来到2003年1月18日深夜10点半 一声急促而颤抖地呼喊 穿越电话线 紧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努力分辨了一个少女的哭泣 她和妹妹一起陷入了绝望 顿顿续续地讲述着一场悲剧 他们的母亲 琳达在家中的浴缸里丧命 敌救人员迅速赶至现场 冲下二楼的浴室 试图挽救琳达的生命 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她在几个小时前已经去世 她的遗体被小心地移到走廊 等待电视观的到来 浴缸中的溺网一直是一件诡异的事件 让人对其充满疑问 侦探伯尼维伯对此深有了解 她在现场拍摄了众多照片 希望发现关键线索 房间内秩序井然 只有客厅的咖啡桌上 散落着酒瓶和玻璃杯 显得略有杂乱 午夜时分 女孩们首次在家中 接受了侦探的询问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 回忆了那天下午6点左右 他们与朋友 在极客阿斯托餐厅的聚会 回家时发现母亲在浴缸中 已无声息 他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当他们离开家时 琳达在喝酒 而且好像有点醉的样子 这是她的长期习惯 这并没有引起侦探的怀疑 随后姐妹俩前往不远处的阿姨家中 阿姨满怀悲伤地抱着她们 却不知道 其实姐妹中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案发当晚 伯尼开始重建时间线 与艳师官一同寻找可能的线索 琳达口中的少量液体 是逆网案件中的常见现象 但在浴室中 他们还发现了更多几下 两个中有不同酒精饮料的玻璃杯 以及一些水温异常冷的证据 时间很快展开 法医在琳达的血液中 检测到酒精含量高达400毫克 一般人有这含量 可能早已命负荒泉 把酒精早已成为琳达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并不奇怪 从中 专家裁定琳达是因酒精过量意外逆时而亡 这一结论似乎预示着案件的终结 然而这只是宁静表面下的波涛汹涌 圣诞节的余韵未散 新年终生的回响中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与阿姨相亿为命 仿佛找到了酒为的温馨与宁静 笑语盈盈的校园生活 掩盖了他们心底不为人知的重负 而这在他们试图失去往昔 拥抱心声的时刻 一位少年的脚步打破了皮尔警局的宁静 他带来的消息 如同寒冬里的霹雳 撕裂了平静的面纱 他称姐妹俩的母亲 并非意外身亡 而是被蓄谋已久的谋杀 警方的耳目随机打开 电子数据的海洋中 他们捕捉到了少年与桑德拉的密探 这场对话 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揭露了只有内鬼材质的秘密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 开始在母亲离世数月后 张影跋扈 他们的自信 似乎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逍遥法脉 但是姐妹的骄傲 也为他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那位少年成为了真相的钥匙 他与姐妹俩的亲密关系 当他得以深入乎虚 听到了姐妹俩的自白 警方精心策划 将少年派往姐妹俩身边 不仅仅是为了一次会面 而是为了一个耐心的长期行动 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罪证 桑德拉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了所有 使得案件得以重启 在车内 桑德拉的每一个字眼 都被窃听起捕捉 他向朋友详尽地描述了 那个惨烈的夜晚 他的叙述中 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仿佛渴望重闷那个恐怖的时刻 桑勒拉坛场 那晚他在母亲的美酒中 加入了致命的泰农 这种混合了可带因的药物 与酒精结合成为一级毁灭型的陪访 但母亲与第二任丈夫分手后 酗酒问题愈发严重 姐妹俩趁机行凶 伪装关心 实则是在悄悄之望 林达没有意识到 她所信任的骨肉正在策划对她的背叛 案情逐渐清晰 姐妹俩在社交场合 毫不避讳地讲述她们的罪行 宣扬自己的成就 成了梦想 通过母亲的死得到13万3千美元的保险金 入于购买游泳池新衣服 希望借此躋身学校的焦点 调查结果露出惊人一幕 原来早在2002年底 姐妹俩一开始策划 三个狂悦知晓那情却手口如瓶 手握证据的警方准备逮捕 桑德拉和伊丽莎吧 在社区紧密的校园 警方不得不及其隐秘形势 以防姐妹俩逃逸 最终在1月21日夜晚 姐妹俩被带往警局 警方避免她们交流 以免她们串通政策 搜查行动显示 她们在社交场合轻易讨论谋害案 警方相信 能找到的证明越多 定罪就越有希望 即便在严密的隔离下 姐妹俩在审讯时给出的陈述 是惊人的一致 她们坚决否认自己涉及谋害的罪行 面对警方的质疑 她们甚至表现出愤怒 然而这层薄弱的伪装 无法逃过侦探们锐利的眼睛 在持续的压力下 桑德拉终于崩溃 对水不断地从她的眼中溜踏 她向侦探们吐入了一切 供资之后 她竟在审讯室的冰冷地板上 疲惫地陷入了城市 与此同时 伊丽莎白虽然坚持最初的陈述 但经过数小时的追问 她请求与桑德拉对话 警方便安排地见恋 他们试图制定一个计划 打算告诉警方一切 不过是对朋友的一场恶作剧 但他们的谎言很快被识破 在审讯室内 桑德拉突然改变了供词 争称之前的公述 不过是开玩笑 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 并没有迷惑侦探 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审讯陷入了僵局 警方随即召来电脑专家 对姐妹俩的电脑进行了深入分析 也使是删除的文件 也常能在电脑中留下蛛丝麻迹 专家恢复了这些聊天记录 为案情的发展添加了决定性的遗患 这些恢复的记录 让警方得以一亏2003年时间的全貌 因为俩对母亲的怨恨已达到了极点 他们在聊天记录中抱怨 琳达将金钱花费在酒精上 远超过了对他们的关爱 家中甚至在食物和基本生活条件上显得吝啬 随着计划的逐步成熟 他们开始逃课 续警 侦探们通过审查众多监控记录 断定这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预谋谋害 随着电脑专家的进一部分析 一个第三嫌疑员浮出顺便 证据显示 这个人曾与姐妹俩有过密切的聊天交流 甚至成为为他们提供不在场证明 事实上案发当晚 这个人就出现在了一家餐馆 为姐妹俩铸造了铁证 这位朋友是一名救生员 对溺水了解 并且手边就有泰诺 正是他将致命的泰诺药片递给了桑德拉 磨害发生后 三人在餐馆相聚 整晚留在那里 为自己编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仔细安排的晚餐 为他们罪行增添了一层阴谋 琳达可能孤独地在家中挣扎了四个小时 而外界对姐妹俩的怀疑 如同海中的泡沫轻易破碎 他们利用社会对年轻女孩的天真印象 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 直到2004年 琳达的案件在加拿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案件的复杂曲折 最初被认为是一起意外拟忘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而那些曾经熟悉琳达的人 被迫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两个他们熟悉的面孔 竟是幕后的凶手 对着案件的发展 这起事件不仅成为了北美媒体的焦点 玉刚姐妹的标签 也让这两个女孩备受瞩目 尽管青少年刑事司法法 对他们的真实身份 给予了保护 这并没有阻止公众 对此案的关注和讨论 媒体对姐妹背后的动机 进行了无数猜测 诊判开始后不久 在首次保释听证会上 他们穿了睡衣 出现在法庭 然而这一切实际上 都是他们策划的一部分 听证会上 家人朋友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法庭 他们的律师 甚至对媒体声超 逮捕两个无辜的女孩是不公正的 其实这也是他们精心编织的另一层幌子 意在试图影响公众舆论 在得到暂时释放后 姐妹俩被安置在阿姨家中 静静等待审判的钟声敲响 随着2005年11月审判的临近 警方精心搜集的证据 将铺开的地图 向陪审团展示了那个夜晚的每一分钟 在这处被精心编倒的惨剧中 姐妹俩扮演着母亲的守护者 这在背后不断地针灸地药 直到琳达几乎失去意识 他们计划充满预告 此时已筑满闷时 他们假意扶着母亲爬上楼梯 步步紧逼向死神的怀抱 在这过程中 伊丽莎白还不忘与朋友 用暗号在电话中交流他们的计划 蒼德拉戴上乳胶手套 面无表情地将母亲的头暗入水中 静静地数着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丝波澜不再起伏 痴人一切都已结束后 他们急忙赶忙早已约定了餐馆 与那位救生员朋友回合 被自己编织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 晚上10点30分 他们回到家中 演了一出精彩的911电话救援剧 到两个表面上悲痛欲绝的女孩 谁能想到 他们竟是这一幕幕的幕后操盘者 但警方的眼睛是许亮的 他们知道如何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审判过程中 他们的追发行为 更是将他们嘴行暴露无疑 审判皆是他们的双重动机 一方面是对摆脱忽略 和虐待的家庭环境的迫切渴望 另一方面是对母亲 留下的保险金财富的无尽贪婪 均艰难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们的贪欲 但是他们的冷酷本性 早已超越了所有受到的伤害 2006年6月 两姐妹因一级谋害罪名成立 被判处了加拿大法律 所允许的未成年人最高刑法 刑期是十年监禁 而他们的救生员朋友 也因参与案件 被判处了八个月的监禁 时至今日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早已重获自由 尝试在远离众人视线的地方 寻求迎进了生活 桑德拉对过去的行为深感后悔 每一天都在反思 而且桑德拉现在 也是一名单身母亲 拥有了大学学位 在职场上奋斗 她坦诚自己患有几离性身份障碍 生活在自己的罪行和童年阴影之中 她回忆 决定结束母亲生命的那一刻 使多年来遭受的身体 虐待和情感忽视 造成了深刻心灵伤伤的结果 他们的故事 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引发巨大反响 在虚构的世界里 他们也被塑造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桑德拉和伊丽莎白的案件 被改变成多部电影 现在桑德拉和伊丽莎白 必须持续面对他们犯下的罪行 只能在愧疚中生活 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接受这样的真相 是他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这个事实将伴随他们 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